有80萬人左右 我們看這個人數是否認罪 但是我們會見到 其實我們今次的公佈遊行 其實都是認罪樓的記錶 我們是星期四的記錶 因為我們以往 我們沒有信心 我們都會認罪 而至到我們很後才公佈這個遊行 令到這件事 有很多人的記錶 做這個技術 有些人上網的記錶 這個可能遊行的人數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看香港政府 80萬人這個人數 是非常非常之多人 林鄭月娥應該盡快聽到我們香港人的訴求 他都說他專門香港人的訴求 他們會欠比學習 如果你們展示出來真的有反省 希望我們的林鄭月娥 是立即宣佈 並立福立調查委員會 是要過真價實的福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沒有去做任何的漁條 之前我們一直都沒有去做漁條 但是看80萬這個人數 都是在香港來說 成立了很多的人數 可能會途落一路比較 但是今次 我們用了四連日的時間 去做漁招 我覺得我們是有進步的肯定 想問一下你怎麽可以警方 用這個方式去包圍和報告 即是否觸發這些漁條 都會有些分別 你自己怎麽會這樣做 我覺得非常之不理想 尤其是你見到我們林鄭月娥之後 警方突然加創了他們的報告 而我們的市民其實是原來一直去連開 但是他這樣做的時候 是令到我們業常所有的人都很緊張 那麽我們民生也都要配合去 即是加泰人的漁條 那麽是令到有很多人 其實是很擔心會發生些什麽事 我覺得警方應該見到 其實我們見到其他人 其實都是沒有任何的衝突 在這裏發生過 那麽我覺得不需要用這個步驟 去製造一個改裝的行動 我想說一下剛剛的 我希望呢 剛剛在不打街的傳媒朋友 可以將片段可以播出來 給到全香港的市民 知道或者國際小見港 剛剛是沒有任何人做過任何的事 但是警方突然見到有人去罵他們 就立刻下車上抓人 再而去衝突 去想去拘捕其他的人 去恐嚇女男人 但是任何人都沒有做過任何的事 這些但是我們見到過去警方的失望問題 當我們被不反對通知書 該成分的事都會看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遊行未完結 只能是想離開 但是他們封鎖了其他路 讓大家都是只有一個人的手 去做成了極大的混亂 這個也是顯然易見的 看到現在我們只有大家 去中環碼頭方的安全路線離開 要斷